韓國法務部長撲凡介週五宣布 對前總統撲錦衛、前總理韓明淑等 3,094人進行特赦、減刑和復權 此前韓國媒體報導 今年11月 撲錦衛因為腎病 追姦盤特出等慢性病 被送往首爾三星醫院住院治療 法務部表示 考慮到撲錦衛健康狀況不佳 韓國政府做出上述的決定 此前保守黨的主要反對派郭文力良 有很多支持者和政客呼籲 明年的3月總統大選前 赦免撲錦衛 韓國總統辦公室表示 這次特赦是團結的機會 今年69歲的撲錦衛因為 親信、干證案和腐敗指控被免職 2017年入獄 被判刑20年罰款180億行員 追繳裝款35億行員 2017年以來 撲錦衛一直在監獄復刑 感谢观看